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皇室人员所谓Royal Family 一向都是生活在美光灯之下的人 他们的动向总会受到大众的关注 可以说得上是没有什么私人生活的空间 香港人除了关注英国皇室人员的动态之外 不少人都很关心 属于自己第二个家乡的日本皇室人员的动态 日本宫内厅昨天10月1日宣布 日皇德仁的侄女曾子公主和平民小失贵 将会在今个月26日结婚 他们两个人其实在2017年已经定了婚 但婚事因为南加被爆出有金钱九婚 就押后了 这宗所谓丑闻令到很多日本国民认为 小失是配不起曾子群起反对他们这一场婚姻 公内听说曾子因此患上了复杂性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担心结婚后没有办法过幸福的生活 根据报道由于群众反对这一段婚姻 曾子公主是不会举行皇室的婚礼的 也不会进行告别天皇和皇后的召见仪式的 他只会在地方政府注册结婚 也会放弃取1亿5千万日元 即大约是1100万港元的一时金 什么叫做一时金 一时即是一次过的意思 是日本皇族离开皇室的时候 可以获得一次过的费用 他们结婚后两个人就不会再有日本警察贴身保护 如果真是事实好像报道那样说 曾子公主将会成为日本第一位 不会举办皇室婚礼 不会领取一时金的日本皇室成员 曾子公主现在是29岁的 是德仁的弟弟 文人亲王的大女 小失他的未婚夫和他是童年 他们两个人在2012年 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就读的时候相识 2017年订婚 本来打算是2018年结婚 但不幸日本媒体爆出了小失的妈妈 即是曾子公主的未来家婆涉嫌有金钱的九分 说他妈妈欠了前未婚夫的一笔贷款 事件令日本国民充满对这宗婚事的怀疑 曾子的爸爸即是文人亲王 去年11月曾经表示认可真子的这一场婚事 但婚事未能得到很多国民理解 所以两个人应该先解决了一个债务问题 婚事不能在很多人接纳 和在他们两个人高兴之前举行 听上去都觉得这对年轻人非常可怜 生在帝皇家也不一定是一件幸福的事 曾子公主去年11月透过宫内厅发了一个声明 说她结婚的心意是没有改变的 小失今年4月也发了一封公开信 说正在解决妈妈和其他人的金钱九分的问题 也说结婚的意向是没有改变的 2018年的时候小失季去了美国留学 现在就在美国生活 在纽约的一间律师行任职 律师考线将会在12月中旬有结果 皇室认为她现在的经济情况是稳定的 亦都已经大致解释了金钱九分这个问题 是什么的一个问题 所以工来厅就推进两个人的婚礼 正如先前所说 工来厅昨天指出 曾子公主是因为婚事 长期受到外界的诽谤和重伤 是患上了复杂性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精神科医生在记者会上说 曾子公主担心婚后没有办法过平静的幸福生活 因此而变得相当悲观 最近有报道说小失为婚事 星期一已经回到日本 现在在皇宾做家居隔离 他回到日本的时候 促起了一个马尾的发型 又引起了日本议论的批评 认为他这个外形是反映他的性格态度 他是不适合和曾子公主结婚的 的确相当的惨 什么发型都要被公众批判 曾子公主将会在今天到10月17日 出席其佛一个国际的陶瓷展 还会担任他们的名誉总裁 这个或是成为他以皇室身份 出席的最后一个公开活动 根据日本的法律 女性皇室成员嫁给平民 就会失去皇室的身份 但是男性的成员 如果是盈取平民的话 是不会失去皇室的身份 结婚之后 曾子公主就会脱离皇室 成为一个普通人 会在美国那里和小室生活 这个对他们来说 都未必是一件坏事 曾子公主脱离皇室之后 皇室还有17个人 未婚的女性包括二年19岁的天皇 长女爱子公主 以及二年26岁的真子公主的妹妹 佳子公主 这个家庭面对的问题 是不是很像一部电视的连续剧呢 在香港昨天是国庆日 没有什么大的新闻 可能由于这个原因 大家就特别关注 环境局长黄錦升 昨天在Instagram 发出来的一篇贴文 昨天是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 一众政府高官和政界的人士 都在社交媒体发帖庆祝 黄錦升当然也不例外 昨天早上6点多 已经在IG上载了一宗 神光海景照片 还写上10月1日 国庆日长假期 之后又在一个post后面 加上了很多的hashtag 包括hashtag 国庆日假期 hashtag 国庆日等等 其中一个hashtag 国庆日假期的后面 还加上了一个 清天白日满地 红旗的台湾旗帜表情符号 emoji 这个绝对是死罪 这篇贴文很快就被修改 删除了emoji 黄錦升昨天透过新闻秘书 懷疑被黑客入侵 以及已经是即时更改了他的IG密码 但他没有回应也没有报警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作为问责局长 社交账户 怎会出现这些低级错误 应该要撤查这件事 这件事是法得最大的 可能就是我们尊敬的民建委 立法会议员葛佩帆博士 葛佩帆表示 问责局长需要妥善管理社交账户 不应该出现这些低级错误 如果账户被黑客入侵 有可能出现更严重的情况 例如可能被人发表违法文章 諸如此类 局长应该和整个政府都要撤查这件事 包括检视账户的权限和整个流程 去了解是否有人犯错 或是有外洩资料的风险 諸如此类 再要视乎调查结果来决定 是否交给警方跟进 他说什么都好 我们当听完就算了 实际点 我们应该要留意的是 不少用家的IG帐户 都是直接和Facebook有连结的 去年Facebook和其他社交平台也好 都出现了网络抓取的事件 整个世界有成亿的用户的资料 都是被人拿走过的 的确不能够排除有人 是值以盗取资料 作一些入侵的活动 所以大家最好都是在所有的社交帐户 那里开启一个两步验证的程序 以及不要去回复一些来历不明的短讯 避免一些不法之徒 藉着短讯去拿用家的个人治疗 好好地保护自己 更实际点 更是真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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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棒 大家好 我是Vicky冯永奇 刚刚做完Steven King的访问 我觉得有一种很有默契的归属感 因为其实令我记得十年前 开始认识Steven 是一个可以一起听音乐 唱歌 一个很舒服的环境 他亦都令我很舒服地 可以分享很多我自己的心声 感受 Steven Channel有很多节目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 继续支持Stev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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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